所以现在这个社会问题很多 问题这么多 找谁呢 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 我举了一个比喻 我说你看看 三四岁的小朋友 他也遇到困难了 他找谁 他找他爸爸妈妈 他不会找别人 我说我们现在遇到问题了 遇到问题找老祖宗就对了 老祖宗留下了这点击 这个里面有智慧 历史 中国历史非常完整 历史是经验 你看有学问 有经验 有方法 你在这个里面去找 肯定能找到解决之道 这都是圣贤留下来的 教导我们这样去做的 所以今天这么一个时代 家不可能恢复 这个地质也不能恢复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那就如何怎么样完善 就是用现代的 所以我们家现代人 从前是家是大家族 是社会 它不是这种小家庭 小家庭已经灭亡 家破人亡 所以我们今天生活这么苦 无依无靠 自己怎么样努力 到晚年还是无依无靠 没人照顾你 所以家的功能没有了 家的精神也没有 家的精神是爱 是天性的爱 这个爱发扬光荡 那就是巴德 孝极忠心 礼仪廉耻 仁爱和平 十二个字 这个十二个字 就是爱的扩张 现在到哪里去找去了 现在应该是 应该把这个团体 集成中国传统的家 把这个传统家的精神 跟功能 从团体里面做出来 那这是 这个世界就有救了 你想想 企业是团体 学校也是团体 甚至政党也是团体 每一个团体 都能继承中国古代 这个精神的 这是非常之可贵 这是一条路子 我觉得师傅 在最后那段谈话 也许就把他前面的谈话 如果曾经在前面那段谈话 让很多朋友觉得 有点紧张的朋友 在最后那段谈话 可能就找到了一个答案了 也就是说 师傅也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传统的家 传统的地质 是不可能再回头 但是怎么样用团体的概念 特别是企业 学校 政党 把家的概念融进去 那这里面是可以找到一个新的 五轮的一个新的基础 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谢谢 宪宏陪着我们 大家一块 跟着师傅 一块来请教了一个小时 对于新的 我们的一个问题的探导 也谢谢 再次谢谢师傅 谢谢 谢谢您收看 谢谢 谢谢